進寒路拉拉菇叫著韭菜玩命哭 軍機繞臺剩一架 操應鎮法您得服 不服給他看長金湖 我服我服 基尼係數排前列 粉紅一聽網上撲 點贊加油入華夏 哭笑不得被兒糊塗 橫空蹦出共青團 習文一偏火要足 大棒怒砸包子鋪 王上說 克強家的棒子特出 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行度茶、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茶館一挂斷子先行 今兒開版 咱們書接前言 接哪段 上回書不是說到國共兩軍 國軍抗十大名將 共軍抗十大名人 榜單對比了嗎 沒錯開版說的不是就是這事嗎 有圖有真相 這怎麼啦 怎麼啦沒怎麼 就是有些氣色特別好 臉色粉紅粉紅的大陸網友表示 聽不些去 瞅著黨跌份 小粉紅惱羞成怒不高興 一生氣臉更紅了 那氣色得好成什麼樣啊 就是 也難怪小粉紅生氣 人家臺灣大學生發明創造 還來了巨無霸大獎 56份作品參賽 45份金銀銅大獎 百分之八十多都摘了獎牌回來 就是數量高居世界第一 事實在那擺著 生氣也追不上 該怎麼說怎麼說 從數量上確實追上了 這咱得承認這個 發明感世界第一成績 黨國那邊就追上了 數量上確實追上了 稍微晚了一點 第二天4號追上了 等會 發明創造一宿就出活 這也忒神速了吧 發明創造幹嘛呀 我說的是數量 數量上追上了 數量上追上了 追上了 速度飛快呀 還速度飛快 您該別是中國夢裡邊的情節吧 做夢幹嘛呀 沒做夢 沒做夢 不可能追上 我做夢了 劉卓這人就這點不好 愛抬槓 平時不愛學習 就靠抬槓掌學問 說誰呢 別轉給注意力 您倒是說說黨國什麼數量追上 這是臺灣發明世界第一這事兒了 這事兒需要請臺灣茶友來告訴你 臺灣茶友快說 臺灣茶友ASD說 臺灣參賽56件作品 阿共就派了56架軍機繞臺 早知道多送8件參賽 湊個整數64 阿共最喜歡那數 啊 黨衛軍真派了臺灣參賽作品數量的飛機繞臺 啊 臺灣國防部署了 掰著手指頭數的 掰手指頭 1、2、3、4、5 哎哎麻呢麻呢 那倆飛機說你們呢 別擠別擠 做賊也得注意安全 回頭再撞著 你說不懂互相牽涝 操心不操心你說 林派果然是操應陣法 一出來就扎堆問嗡 著急繞完了回憶領賞 如果黨給他們賞的話 啊不給又被耍了 說話 後邊還有奇葩表現呢 什麼呀 高峰那天不是56架嗎 結果第二天變一架了 中華民國國防部派的專員呢 跟那還羊頭學嗎 哪了 都哪去了 都還安全吧 下趟再來 雞屁股上拽個橫幅報個平安 瞅瞅中華民國多仁愛和平 就是 黨衛軍飛行員表示 嗡嗡嗡繞了一六十三招 說給我們發補貼也不發 我們不刺猴了 看有沒有鬧情緒呢 青鋒皇上表示 鬧情緒沒事 安排他們看六遍長津湖 繞個臺 不比他們那幫凍韭菜搶百倍呀 至少還活著呢 好傢伙 長津湖整個一皇上催淚行劇呀 催淚怎麼催 嚇的唄 嚇的 劉卓說到這兒 該給茶友們上感言了 茶友的親情感言 沒錯 昨日有位臺灣茶友留言 非常感動 感動怎麼說的呀 這位叫蓮玉的茶友就說 觀賞您的影片已經有一陣子了 卻從來沒留過言 頭一回 然而最近中共總是頻頻繞臺 再加上今天的主題 跟我有點小小的沾邊 引起了我想留言說說心裡話 太好了茶友聽聽啊 小時候住的是眷村 眷村那茶友住眷村 先刻破兩句 臺灣的眷村大夥知道吧 49年中午村政之後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 各兵種官兵跟家眷眷屬合住的宿舍區 就是眷村 沒錯我還看過一些紀錄片 叫《偽中媽媽的眷村》 特別感人 確實感人 蓮玉就說 聽父親和村裡的叔叔伯伯們 訴說許多抗戰 包括抗日、抗共時悲狀 所謂的志願軍 大部分都是當時被俘、被降的國民黨軍人或學生 尤其屬於學生的佔多數 共產黨多孫啊 把孩子弄朝鮮送死去 就是啊 老人家說 最簡單分辨哪些人曾經加入志願軍 方法就是看那人胳膊 上邊一定會有中華民國國旗的紋身 而我住的眷村裡 確實就是這樣的叔叔伯伯 國旗紋身 我從小聽的抗戰故事 可都比所謂的歷史記錄、教科書來的更真實 因為從小這種聖誕環境 讓我深深感受到戰爭的可怕 聽聽戰爭給人帶來多大傷害 就是啊 我害怕看戰爭片 害怕看見因為戰爭而無家可歸的人 對插一句啊這 我看那胡宇律師發腿就說了 好的戰爭片應該是反戰的 把人拍的假星星好戰、喜歡打仗 毫無恐懼是反人性的 反戰不反戰先隔一邊 有時候戰爭來的確實也得面對 問題是人之所以為人 您總得有點人性吧 讓韭菜喜歡打仗 鼓吹炮灰偉大 黨官為什麼不把自己孩子送到戰場去 那就甭說了 全是平民百姓普通韭菜家的孩子 就是啊 毛太子到時候去了 為了鍍金去朝鮮戰場 結果炫特權 空襲那麼危險的時候愣要吃蛋炒飯 結果命搭進去了 是啊有那個調去 黨官更不敢把孩子往戰場上送了 全送水深火熱那美帝去了 夾絮夾翼打住 繼續看茶友改驗 茶友改驗怎麼說的 聯誼茶友就說 中國大陸山東是我父親的故鄉 所以也是我的故鄉 但是臺灣是我父親落地生根的地方 更是我的家 而我們的國家一直以來是中華民國 中國那真正國家 其實全是中華民國 期望世界大同是不切實際的 但還是祈願世界每個人都可以安居樂意 聽完是太感動了 無語淚鮮流啊 就是大陸和臺灣已經完全 現在形成了兩個平行的世界 56對56 其實臺灣人送56件作品 拿回世界第一 跟後面那56架軍機 中共軍機繞臺 倒也不一定是有關係 真是巧合那是忒巧合了 那誰知道呢 玻璃心碎的有那麼快 咱全且當成是巧合吧 行全且巧合 不過有意思的是呢 4號共軍56架飛機 前撲後繼一通繞臺 之後您猜怎麼著 到了5號突然之間就剩一架了 啊5號真就剩一架了 就一架 這什麼意思 難不成 湊完了56件作品 又來湊世界第一這書 這事對黨的四個自信 至於傷害這麼大嗎 不大不行啊 歷時半會兒找不出世界第一來 制度優越性 它沒處體現去呀 這不是問題 制度不優越 對呀架不住黨媽會引導啊 一經引導就優越就自豪了 自豪回家豪去了 豪幹嘛呀 那是戰狼 對一到滿月的晚上 狼人就出來豪了 哈利波特有辦法 人家是自豪 驕傲自豪激動抗分 是不是吃多了還瘦啊 別人假抗吧 假抗幹嘛呀 人是激動的抗分 不是假抗沒事瞎激動什麼呀 什麼叫瞎激動啊 有事兒值得激動 有事兒什麼事兒說來聽聽 來揚眉吐氣的大新聞了 呦 國務院參事湯敏介紹 從世界來看呀 中國的基尼係數 在世界上排名 較靠前 我們的收入差距在世界範圍內 都算比較高的 不是等會 排名較靠前 收入差距在世界範圍內比較高 不是這什麼意思 我聽聽聽聽到糊塗怎麼覺得 糊塗了說明不糊塗 啊 您沒注意前面那主語 中國基尼係數 基尼係數好像似乎大個奇 以前不知道我現在又忘了 這是什麼東西 這位到省市 及時清空了給 抱歉 您給我們解釋解釋 基尼係數是意大利學者基尼定義的一種指標 專門用來判斷什麼呢 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居民年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在零和一之間 基尼係數越小越接近零 收入分配越平等 基尼係數越大越接近一 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那意思就是說 基尼係數越大越不好 完全正確 越小居民年收入越平等 貧富差距越小 剛才那個李悅怎麼說的來著 全忘了 那是國務院參事湯敏說的 中國基尼係數在世界上排名較靠前 收入差距在世界範圍內比較高 和世界排名名列前茅是壞事 說的是基尼係數大 貧富差距也大 對 湯敏舉例說 收入差距比較低的國家 比如說德國、日本、瑞典 基尼係數都不高 但是人家工業非常發達 創新也特別前沿 說半天才名的 所以文章開篇有句話 並不是所有世界排名靠前 都值得讚美 戳禍不戳禍 好容易弄一世界排名前列 還不值得讚美 一般情況下排名前列 名列前茅確實值得讚美 唯獨基尼係數這個特出 這一特出 把小粉紅都給出糊塗了 糊塗就糊塗吧 反正我們老百姓日子照顧 大不了影響一點小粉紅酒餐的情緒 不會 一點情緒沒影響小粉紅 貧富差距大 不影響小粉紅情緒 不影響 非但不影響 小粉紅們還突然嗨起來了 什麼情況 貧富差距大怎麼還嗨呀 因為湯敏前面說了 中國基尼係數在世界排名靠前 一瞅這排名靠前 小粉紅們瞬間四個字進去辦報表了 已經顧不上收入差距那事了 看半句話就爆棚了 這也忒 這怎麼爆的 爆的很經典的 說說 祖國強大了 此生無悔入華夏 來生還割中國人 祖國真的越來越優秀了 會越來越高低 祖國萬歲 黨國的基尼係數越來越高 中國威武 為大國風範 為你點贊 點贊大國貧富差距大的風範 後邊還有 感恩的心 我愛中國 感恩讓我們貧富差距如此值大 中國第一 自豪 貧富差距大都不行 還得是世界最大 最大敵 還有這排名呢 排名靠前 哈哈看到祖國這麼優秀 我就放心了 恨國黨一枚 鑑定完畢 這都一幫什麼東西都 李悅都無語了 常嘆一聲 是不是讓人酷笑不得 這幫小粉紅也是惡虎鋪實 吵人排名靠前這四個字就鋪 先把流量抬起來再說 震懾震臺灣反共分子 這再說 臺灣反共意識表示 讓我靜靜的看著你 眼瞅著起高樓 眼瞅著樓塌了 特同情慶豐皇上 這哪光日理萬機呀 還得每天收這麼多雞肋呢 真是雞肋 扔了捨不得 留著真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添亂了 習總心說話了 得虧吉尼系數這種新聞一年出一回 還得把我給氣死 臉色粉紅粉紅的戰士們表示 吉尼系數新聞雖然不常出 but有別的新聞我們也可以點贊呢 啊清風皇上做半截中國夢 都喊出聲來了 把網給我斷了 惡夢 後來還一句呢 千萬別讓美國馬斯克的太空衛星大鍾鏈 破壞我們的防火牆 暈了這個 清風皇上做噩夢情節夠曲折的 沒轍呀 小粉紅給我折騰出來鬧心事太多了 不等會兒吧 皇上做噩夢怎麼還連問代答的老回答問題 不成啊 不成不成 不能跟他說話 居委會主任趙大媽跟我說了 跟做夢的人說話 容易讓他背過去 誰要夢中行刺管人我 算了吧 看來只能把彭媽媽召喚起來 也好像夠餓了 要不沒法讓皇上停止說夢話 不用了 我現在就進入深度睡眠 一句話木曜回見你們 嘿好 這位倒聽話 行趁著皇上進入深度睡眠 趕緊跟大夥匯報一個 小粉紅給皇上添堵的故事 嗯嗯嗯睡沉了 話說呀翻車年年有 只要遇粉紅 要什麼時候哪個事翻車了 去年美國發射龍飛船成功 小粉紅評論就翻車了 甭說呀 又粉紅出征寸套不升罵美國去了 抱歉 您的理解出現重大誤差 小粉紅沒罵美國 而是去盛讚中國去了 這是哪齣戲呀 曬斯克自信還是又錯亂了 說說劇情吧 北美時間 東部時間2020年5月30日下午3點22分 馬斯克的SpaceX載人龍飛船發射成功 新極火箭海上回收成功 標誌著商業航天賣入新時代 轟動全球當時 好多國家媒體都直播了 央視也直播了 龍飛船一發射 沒想到評論區成了大型翻車現場 你得著機後就翻真不客氣 直播評論區留言 驚獻喜感一幕 各種中國加油 我愛你中國 我愛祖國 此生不悔入華夏 感謝祖國 厲害了我的國 等等等等刷屏 最後連華為火箭 華為牛叉 華為好樣的加油啊 我們一定是世界第一 都出來了 不好 黨國精神病院大監獄肯定是發生越獄事件了 越獄沒越獄不知道 反正華為老總任正非腦袋 肯定是扎的沙子堆裡頭 跟深圳小梅沙那兒扎的 離家近 主要是看那條留言了 淚木探號、感動探號 剛睡醒就看到這條消息 作為一名中國人 此刻感到無比自豪 倆探號 華為好樣的 尷尬了 尷尬癌都犯了 都擋住尷尬癌了 底下人也夢圈了 還問呢 沒看懂 這到底是哪個國家呀 旁邊人家說 倒計時說的好像是英文 不成啊 嚴重懷疑無比自豪這位 是馬斯特派來故意韓沉北京的一臥底 任正非看完這圈評論 合計了一下時間成本 乾脆我還是上小梅沙那兒 找沙子扎下去吧 不成啊 您這虛構了一個有血有肉 要臉面有底線的任正非 我又錯了 作者李約就說 這些人一看到龍飛船 就開始打雞血 想當然的認為這是中國的飛船 然後就開始集體告朝 真是 你說這都什麼人呢 誰讓他叫龍飛船呢 小粉紅都是紅龍的後代 一瞅見龍這字真撲上去 小磕頭找媽了呀 您甭說呀 李約還真這麼說了 他說 這馬斯克也是 你美國島的飛船為什麼叫龍字啊 不知道龍是中國專利呀 他真不知道啊 李約最後就說 評論翻車太過離譜 堪稱礦股奇觀 超過了一個正常人的正常認知 我不得不懷疑 會不會是有人故意充當高級黑、低級紅、界級發揮 不懂基尼係數也就罷了 那很正常 那句醒目的收入差距較高 您說不懂 恐怕沒人信 畢竟我們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經是非常之高了 抱歉啊 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經穿沙子了 再說你黨內大學出來的都是精致利己主義 跟正常認知沒半毛錢關係 李約堅持認為 不知道 我只知道相比之下 我更接受不了這種 和沒腦子的人生活在一起的現實 又得抱歉 您又失望嗎 又失望 雖然您也接受不了 我也接受不了 大家都接受不了 但是現實就是您正在跟巨多沒腦子的人生活在一塊 包括所謂受過高等教育 行咱借勵打勵吧 曬一下共青團中央一次重錘敲黑板 《醒腦行動》 共青團 李強的團派老家 對對對 出來醒腦來了 話說就在十一國上日之前 洗腦大片《長津湖》正式上演的同一天 共青團團中央突然發布了一個重磅評論文章 《愛國生意》當休矣 對 有這篇 對 您等會 這共青團中央貶愛國主義 難道這另有所指啊 要開竅這位 不是愛國主義生意不就是長津湖幹的活嗎 所以熱鬧了 我怎麼記著 團中央這次批判的是一幫正能量網紅啊 是啊 說他們做視頻宣言愛國主義 還說講述自己在中國邊疆 被那邊防特警保護的感人故事 但是統一文案無一例外 後邊還有一句特有戲的呢 有的視頻播主稱 自己位於中朝邊境鴨綠江邊 對還說這些視頻有的獲得了50多萬的點贊量 多少網友被故事感動 留下了數萬條的留言 往後看 文章說 為了博取眼球 視頻播主編造愛國流量故事 把愛國變成一場廉價的買賣 消費人們的愛國情懷 令人不齒 這種冠冕堂皇打著愛國旗號 實則收割人們感情 賺取流量做法 無疑是對愛國情感的血毒 不不你等會吧 好像長津湖正好就是他說這樣啊 聽後邊 說白了 這是一種地極紅 把讚美建立在偽造證據的基礎上 造出一些讓自己熱血沸騰的正能量謠言 我們多強大 敵人多弱智 巴拉巴拉 這個信息開放時代造假的成本越來越高了 很容易被人挑出毛病來 謊言很容易就戳穿 被打臉後一地雞毛 啊一地雞毛 正好就是這天長津湖遭遇的尷尬啊 後邊還有 愛國不是生意 更不是流量 不應成為某些新術不端者的牟利工具 一個劇本 一故事 不同的人表演 愛國生意 噹 咻 等會兒啊 這一個劇本不同的人表演 這種話都說出來了 就是啊 乾脆直接一片名 成金胡德了 您說齊活了不 嗯 看不來了 李政 你說共青團中央怎麼這麼大膽 敢在國商日皇上帶頭消費返美雞血大餐 指桑罵懷呀 呃 蹊蹊是蹊蹊 不過屢屢現任總理李克強團中央的血統 也是容易理解的 這李克強確實是團派掌門人 93年5月份的時候擔任共青團中央第1書記那會才38歲 是最年輕的一個部級幹部 胡錦濤一退下來 李克強就成了從共青團出來的職務最高的人 問題是胡錦濤是被鄧小平親點的最高領導人 黨內人是說了 胡錦濤當初希望的是李克強接任他的大位 但是習近平一上位 原來李克強風生水起的 現在是立馬影響縮水 誰都知道李克強不如前任們那些總理有權 行了您甭屢了我算知道了 團中央那篇水也沒看懂的習文痛罵長津湖整個 就是李克強派系的一次反擊 內鬥白熱化、激戰長津湖 只可惜韭菜們不明就裡 稀里糊塗的被灌狼奶 灌這種連李克強都不謝一瞅的精神垃圾食品 行了李克強也沒什麼好心 共青團這官洗腦更專業 現在只不過是互相鬥 倒是說點髒事兒來罷了 燒黑板啊 中國大陸好傻好天真的韭菜朋友們 長點心 當跟你們灌的不是營養 是不要 欲知內鬥細情且聽下回分解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